西班牙战机误射导弹一事引发多方不安,受此影响,驻扎在立陶宛境内军事基地的西班牙空军分遣队的一切飞行任务被迫叫停, 北约高层开市对射式飞行员进行调查,目前西班牙空军共有6架EF2000型战斗机在立陶宛军事基地内驻扎,受射导弹事件影响,驻扎在立陶宛境内的西班牙空军分遣队已被北约下令停止执行一切与维护波罗的海地区领空安全有关的飞行任务,目前所有西班牙战斗机停放,在军事基地内一特定区域, 北约已经开始对射式飞行员进行调查,此次事故极有可能是人为原因所致,因为军方没有检测到该战机的软件系统存在问题,并且从飞行员按下电钮到导弹最终发射,中间需要经过若干阶段,因此, 这种错误对于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来说是十分罕见的,所幸这枚空对空导弹当时并未针对任何目标,否则和他一同执行演习任务的其他三架战机可能会遭遇不幸。 爱沙尼亚总理拉塔斯在社交媒体推特中,对此事表达了不满,在称这是一场严重的事件,所幸的是,没有人因此受伤。 此外,他要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尽快对该事件进行澄清,俄罗斯军事专家趁所有的爱沙尼亚国民应该领办,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故,因为当时该地区正有爱沙尼亚民航班机经过,这名军事专家还紧告趁,若该枚导弹飞入俄罗斯领空,则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危险的军事事件。 因此,俄罗斯有必要要求北约对此次事件进行澄清,当地时间8月7日,一架驻扎在立陶宛境内基地的西班牙战斗机,在爱沙尼亚南部地区执行联合演习任务时随机发射了一枚空对空导弹,该地区距离俄罗斯边境距离近100多公里,目前,该枚导弹仍未被爱沙尼亚军方找到, 而驻扎在立陶宛军事基地的135名西班牙军人和6架隶属于西班牙空军的EF-2000型战斗机已停止在波罗的海地区,执行任何飞行任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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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